主持人好 大家好 加州州长布朗26日正式签署AB1785提案 加州将扩大开车不能用手机的相关法规范围 严禁驾驶者在车辆行驶过程中 手持智能手机设备避免分散注意力以防意外的发生 加州尔湾市的高先生27日早晨10点40分左右 在麦克尔森 Drive和Johnbury Road被尔湾市摩托骑警难停 原因是警察发现高先生在汽车诱转的过程中 手上哪有手机 怀疑他不专心驾驶 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并被开除罚单 据高先生表示 罚单的金额预计算高达160元 据洛杉矶时报报道 州长布朗周一正式通过并签索来自民主党众议员 跨克最先提出的扩大民众在驾驶时 用手机的法律覆盖范围相关提案 而加州第一次出现开车不能用手机的限制法规 是在2006年 当时手机设备的功能与现代智能手机相比要简单得多 在布朗签署的法案中 法规范围扩大了驾驶人在车辆行驶中对手机设备的限制活动 其中包括可能会影响驾驶人注意力的行为 驾驶人将严禁在驾驶过程中使用或手持设备 除非设备在处于免停模式下 另外 在新法规中除了包含严禁驾驶人拿手机打电话 发短信之外 还禁止驾驶人在开车途中拍摄照片 录视频 用手机应用等 意味着加州民众在开车时玩手机游戏 Pokemon Go同样会被警察开出罚单 尔湾市警局提醒民众 开车千万不要用手机 据2014年全美致死车祸原因统计 酒驾排名第一 而不专心驾驶排名第二 以上由新岛日报记者赵紫祥为您播报